泡桥胜数 乔阳姐应该巨多无比 不是我我泡澡 你研究各种泡澡的东西 对我研究各种各种的那种泡 浴球啊什么有的没的 而且我泡澡浴缸就会有一个桌子 就是在那浴缸上的一个桌子 可以搭在浴缸上的 对放ipad 放鲁主播 鲁主就觉得不太适合 掉到浴缸里 哎呀捞起来 就放ipad 放那个熏香的那个蜡烛 然后卡一个那个红酒杯的那个东西 然后你知道吗 然后还有牙膏牙刷洗面 所以我可以在浴缸里面待很久 怎么刷牙洗脸吐在浴缸里吗 你有认识吗 就是吐在浴缸里 我是吐浴缸里 你人还泡在里面的 我是吐浴缸里 有什么关系 反正都是自己的 这个不重要 重要的是当下那一刻自己放 不是 刷牙要摆到最后面 因为你先放下去对不对 你要开始先洗脸 然后洗完脸之后再把那个浴球倒进去 因为你浴球的水就不能拿来洗脸了 然后再倒进去 然后刷牙是最后的步骤 就可以把水放掉了这样子 他说这段的时候他是很开心的 他很享受这个过程 对我非常喜欢泡澡 独居17年的一个经验 大家要学着点